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总在不在 你就不来碰我了 平脑了 这是在公司 你知道我在温州有多嫌疑吗 苏妮 干什么呀 这是在你家呀 我知道 我现在没有办法改变我们两家的关系 但这并不影响我们之间的感情啊 因为你是我心目当中 无法取代独一无二的苏和 我知道 现在我没有办法留着我爸的想法 但是我就想跟我们在一起 去你想去的地方 做你喜欢做的事情 你不开心的 我就是要来不开心 你知道对于一个女生来说 一辈子最重要的是什么吗 就是这些很珍贵的回忆 可是男人不一样 可是男人不一样 对于男生来说 还有太多的责任要去面对 你要相信自己 这么帅气的白家伟 一定可以追到方艺萱 这么好的你 也应该继续留在那个很华丽的世界 当然了 也许现在只有她 能够让你继续留在那里了 好 家伟 我听白伯伯说 你拿了演唱会的票了 纳英的票很难拿 谢谢你邀我 运气好 我们走吧 好 快拍包包 嗯 艺萱和家伟已经去看演唱会 我们已经分手了 你放心吧 嗯 众人们 你就会 就会 又编嘴 他们已经分手了 你 我做了 你自己做了 如果你终于 补出 你你去看热会 他还有一些姓氏 乖 等一下你先回去 我还要去趟工作室 好 执行长 你们来得正好 愣着干吗 帮帮我 来 这个也帮我拿一下 你们当齐哥是搬运工啊 谢谢啊 麻烦 来 把那个搬到那边去 好 托尼 看楼上谁在面上班 叫他们下来帮忙 喂 赶快下来帮忙 对了 帮忙送到那边 走了 快走了 走 小心点 呱 熱心啊 你等等我吗 лов然 你 ward off 她是方亦菲 诶 这个淘宜品怎么这么像巧克力啊 很有日期耶 诶 几个 这 这什么东西啊 三月十八 不就是明天吗 这一天有什么特别重大的意义吗 这是什么呀 巧克力吗 我从小呢 就特别喜欢吃巧克力 但是我妈呀 她说吃巧克力长助养 所以别的小朋友有的吃的时候呢 我就经常流着口水 特别羡慕她 那当我第一次学会做陶瓷的时候 就把这个送给自己 所以说 这个 是你的第一个陶瓷作品 而且你看后面的日期啊 这个是我人生当中 第一次开窑的日期 我跟你说一件事情 你一定觉得很不可思议 说说看 我记得小的时候 亦萱穿了一条新的裙子 不小心弄上了巧克力酱 她怕妈妈说它 结果就哭了 我为了安慰亦萱啊 就把别的布料缝在了她的裙子上 结果妈不但没批评她 还问这个是谁的杰作 那是我这辈子第一次觉得 设计服装这么好玩 而且还可以得到妈的表扬 来来来 原来这小手 从小就这么巧啊 也不至于 反正这一天对我来说 意义深刻 原来我们两个从小的梦想起生日 原来我们两个从小的梦想起生日 是在同一天 而且 都是因为巧克力 都是因为巧克力 那以后每年的今天我们都要一起吃巧克力好不好 漂亮 干脆我们就把今天当成我们两个梦想的生日 从今天开始 不管我们遇到多大的缩折 我们都要在今天的时候送对方一份巧克力 永远提醒彼此 不要忘记自己的梦想了 那现在让方亦菲来祝画天奇的梦想 生日快乐 画天奇祝方亦菲的梦想 生日快乐 干脆 干脆 齐哥 我觉得方亦菲其实也没那么坏了 她一个大小姐 愿意待在 这种工作室 也很少见呢 我的工作室怎么了 如果我嫌弃的话她可以不来 嗯 方亦菲明天会不会送你巧克力庆祝啊 我们两个早就没有任何关系了 可是分手也可以当朋友啊 生日 同一天 我 orrows 远营 虽然 那音唱歌真的好好听啊 是啊 怎么了 你不喜欢那音还是根本就不想跟我一起去啊 不会啊 是我找你看的 我可以闹的 总之今天很谢谢你 我很开心 我也很开心 那我走了 拜拜 外人挺好的 但是谈恋爱有点无趣 爸 这里怎么了 对了 我看到王叔拿着你的古董字画 这 这不是你收藏很久东西了吗 师太炎良啊 当你有权有势的时候 他们跟你撑凶倒地 当你倒下了 他们翻了笔翻书海快野孩子 不对啊 王叔不是跟你有拜把交情的吗 交情 这个年头交情值多少钱呢 只要觉得你有用 他们恨不得包裹你身上所有的东西 这就是究竟 还不都是因为你 如果你早一点发现问题 早一点处理 我们家就不会变成现在这样热人宰割了 我们家就不会变成现在这样热人宰割了 当初是谁说要嫁开厂房的 说什么黄太太的家 盖了多少多少间厂房 我们家小鼻子小姐什么都没有 对吧 是你在这儿打得我脸冲胖的 你知不知道 这时候也怪我你 你怪我吧 我想要嫁开厂房也是为了公司好啊 要做大事就要敢冲 像你这样斤斤计较的性格 我们家要想变成数一数二的大企业 我估计要等到下辈子了 爸 爸 行 我 我 我是等手救 好吧 你懂创新 对吧 创新的债主比客户还多 你真行啊你 现在是通通算到我头上了是不是 好 爸爸 我惹人闲 你带着儿子引草高飞去 这里留下我来躺 反正我老女人一个 被债逼死了也不足惜 你们走吧 够了 家里现在已经摇摇欲坠了 难道你们还要亲手把她推倒吗 妈 妈 妈 我们都冷静一下 想想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 好不好 家伟啊 办法呢 我刚才也想了 我和你妈到银河再看一看 等我待会儿的事可办下来 也只能这样了 只要我没有诚意 一定可以成功了吧 对了 家伟 明天时劲会和一些厂商 做欧洲市场现状的商情简报 你代表我们去吧 好 好 这样啊 一会儿抽个时间呢 大家聚一聚 我做动啊 一个都不能辣啊 哎呀哪可要命了 你点菜啊 一点就是一挡桌子 不好意思 我这个问题啊 听说实际 今天要派新的厂商来参加会议 就是你吗 对 我是白芝纺织企业的白家伟 你好 这是我的名片 你是白总的工资 你认识家父啊 是吧 听说过 你不是怕油腻吗 这个事情好办哪 让我的秘书出去找一找 现在最流行那个叫做 营养餐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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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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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去不给我面子了 对 对 对 血脂膏 血糖 足以能吃 非常足够 对 对 对 今天谢谢各位 抽空来到实境 在这一年我们的努力之下 我们对欧洲市场有了初步的了解 总裁呢 也希望能够跟你们一起携手 开发欧洲市场 也希望各位对欧洲市场有更多的了解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举行了这次的简报 等等呢 会邮请我们的庞总监 跟大家说明详细的内容 中间会有十分钟的中场休息 然后我们的总裁就会过来和大家说话 听说白家快垮了 你知道不知道 我听我很多客户跟我说 他们和白家勤款 请了几个月都没着陆 所以白家最近跟人盘关系 就想落点救命钱 他还不该派儿子来劲打秋风 摆明了把我们都当傻子了呀 放心 苏董这么精明 一旦知道他们实际情况 肯定会把他儿子赶出去的 那我就放心了 最近声音怎么样 还可以啊 你声音怎么样 我现在声音哪还可以啊 家伟 怎么了 凑着一张脸 没事 我懂了 一定是你爸要你一个人来 还要跟那些一群你不认识的人开会 让你觉得很痛苦吧 对啊 这些人 我还不是很熟悉 其实我以前也跟你一样 我只要想到 我要出席那些应酬的场合 我前一天晚上就会绷着一张脸 我妈每次看到就会告诉我说 你就不要勉强你自己了 但当我听到她这样说 我就会想到 我妈对我姐那么严格 对我去抱着这种 我想怎样就怎样的心态 让我突然觉得很不服气 因为我觉得只要易飞能做到 我也可以做到 所以我告诉我自己 我要在最短的时间内 去熟悉 每个跟石进合作的厂商 然后做好我公关的角色 因为我要跟我姐一样 帮着妈一起把石进 推上国际舞台 有那么多厂商 你都记得住吗 当然了 因为我把所有厂商代表的照片 还有名片都放在一起 我每天啊 看着这些照片认人 然后再观察他们说话的方式 还有他们的喜好和习惯 这样子才能投其所好 让他们对石进服服帖帖的 书彧知道你那么用心 她一定很开心 你不要只顾着羡慕我 你也可以做得到 走吧 我带你去认识那些人 可以吧 算了 太好 您说说吴伯伯 刚才我们还在这议论呢 你说石进经营的有声有色呀 而且苏董呢又生了你这么一个 漂亮能干的女儿 这好事啊都让她给站去了 我们都要嫉妒死了 哎呦不要那么夸奖了 这样我会骄傲的 对了 给你们介绍一下 这位呢是白家伟 白家呢是我们石进 长期合作的布料厂商 有一次我妈妈想要把一种 新的布料运用在服装设计上 但那时啊国外不肯出货 也是白家帮了我们一个大忙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焦总才不嫌弃 给你介绍 这位呢是大德实业的林副总 你好 那这位呢是名门装饰材料的 吴总经理 林副总 吴总经理 别别别 别这么叫 这么叫叫生疏了 对 咱们都自己人 你就跟着一轩叫叔叔伯伯就好了 对对对 叫叔叔伯伯 就因为我跟一轩的关系 态度竟然变那么快 我早就听闻了你们白氏企业的大名了 白公子 你们家企业跟这个石进合作这么多年了 这期间有什么窍门啊 你得好好的指导指导 我们这两个学生啊 不敢当 不然我们坐着聊吧 好 坐坐坐 来 昨天啊 我去一家新开张的铁板上去吃饭 那家的日本料理 铁板肥牛相当不错 家伟啊 哪天这么着 我作动 请你们白家全家 我要向你爸爸 好好地讨教讨教 对了 老爸那边还有两瓶82年的拉菲 到时候我一起带过来 好啊 怎么 白老爷收藏红酒吗 提不上收藏 就是一点兴趣爱好而已 好好好 那我们就这么说定了 说定了 一定要去啊 好啊 等一下帮我把开过的资料带过来 好 好 進去 林医生的佛脚报过了没 我马上就准备好了 这就给你送过去 你在吃什么 巧克力啊 你也吃一个吧 方一芬明天会不会送你巧克力庆祝啊 没有关系 可是你们两个也可以当朋友啊 妈 你生日同一天也可以 我在吃巧克力 你不吃一个吗 白慧 不稀罕给你吃 没想到你对红酒那么有研究啊 刚才那个林副总被你唬得一愣一愣的 你知道吗 他可是出了名的难搞啊 没想到你居然可以跟他们聊那么开心 那没什么 要不是你给我们引荐 我也没办法跟他们聊一声 现在你知道了吧 他们平常在一起聊的都是什么 谁谁谁又开了五大酒庄 不然又是谁上星期买了谁的话 我相信只要能够投其所好 很快就可以融入他们 李萱 谢谢你 我今天真的学到了很多东西 你本来就有这样的家世背景 你只要放胆去做就对了 我这当师傅的 一定会好好带你见识见识 谢谢师傅 这次我们的大秀出现了一些问题 就是我们使用的中国元素 中国元素它的辨识度太强了 很容易让消费者有先人为主的 有什么问题吗 我忘记开会不能吃东西了 我忘记开会不能吃东西了 不好意思啊 因为 今天对我来说 是个很特别的日子 我必须得吃巧克力 要不这样 我这儿还有 来 大家吃啊 不好意思啊 下次再也不敢了 执行长 明明她出来很多的呀 明明她出来很多的呀 那个 执行长 我下次带给你啊 实在不好意思啊 方亦菲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在执行长面前吃巧克力 我就纳闷了 为什么我做什么都能惹到画天旗啊 你看刚才开会 我也没干嘛呀 我不就是吃了巧克力嘛 也是为了缓解下我的肚子痛 谁让人生我一个女人 一个月总有那么几天 七哥啊 方亦菲表现多直接啊 她不但在你面前猛吃巧克力 还说今天是很难得很特别的日子 最后又不发巧克力给你 我看这个已经不是暗示了 根本是明示 方亦菲要你送她巧克力 会不会是因为 方亦菲以前从来都不吃巧克力 所以刚才画天旗看到你吃巧克力 会觉得你很奇怪 你不是对漂白色过敏吗 你忘了你有一次对漂白色过敏 呼吸困难 我来送去医院了 糟了 穿帮了 肚子疼 那我去给你买止痛药吧 谢谢你啊 你真好 齐哥 东西都准备好了 万事俱备 只欠东风 就等着你 捧着这些巧克力 去跟方亦菲重修救好 谁说我要送她的 因为你们最近 还不错啊 是吗 扔了 啊 可 可是 扔了 我们的梦想 是在同一天启程的 是因为巧克力 巧克力 我们替这一天取了值得纪念的名字 华天琪的梦想生日 方亦菲的梦想生日 以后每年的今天都要一起庆祝 一起送对方巧克力 是这个缘故啊 好吧 我现在是我的名字 我都在赞 rhetoric 我都在一起 我都在一起 我去吧 我都在一起 你那边有今年的 headline 这起压力 你我都在一起 你快凑多都在一起 我都在一起 我只要的 我都在一起 我都在一起 给你 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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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 无聊 又不过来 都给你准备好了 会找我有什么惊喜呢 有惊喜关我什么事啊 其实我不是在意什么惊喜 我看看你这次又玩什么花招 对 刚刚开会的时候 我和你闹着玩的 没生气吧 其实我是给你开个玩笑 我特意给你准备了礼物 给 你生气了 对不起 对不起 你笑一个嘛 谁记得这些无聊的事情 执行长 你好 刚才你的助理 拿着这袋巧克力 要叫我把它扔的 我看包装挺好的 我怕她弄错了 我怕她弄错了 所以特地过来 想问一下 是不是真的要扔掉 阿姨 刚刚我们执行长找了半天 都没有找到 是她助理弄错了 不客气 谢谢你啊 不客气 阿姨再见 好 阿姨再见 哇哦 这么多巧克力 给谁吃的呀 也不知道刚刚是谁说了 这么无聊的事情 谁会记得 上班 上班了 谁听着呢 我把药给你买回来了 还有巧克力也买了 这个药吧 能少吃就少吃 多摄点巧克力 还是比较好的 你还好吧 要是不舒服 我送你回去休息 好 不用 不用 那 你就有空就把药吃了 好 给 试下这个 拿着 祝华天琪和方一飞的 梦想生日 快乐生日 快乐生日 对 你怎么不吃啊 好吃吗 一点都不好吃 不好吃也没关系啊 反正能和你这样相处也是好事 所以说你恢复记忆了 把什么都记起来了 我 我 有的事情记得很模糊 有的事情也能记得起来 就像上次 我 去远房 对漂白水过敏 我 一菲 一菲 房一菲 你 行了 没事了 工作一天辛苦了 一会儿早点回去休息 人都已经走了 别看了 你说什么呢 方亦菲 是你说讨厌华天琪 我才会帮你对付她的 现在我们双方家长都已经定下来了 你该不会现在再跟我说 你要吃回头草吧 我要怎么想华天琪不用你管 你只要记住 总有一天我会证明 你和我姐结婚 只是为了要帮我和华天琪制造机会 到时候我保证 臭得你体无完肤 我吃什么草你管得着吗 再说了 你不是曾经说过我们俩之间的订婚 是随时随地都可以结束的吗 我是这么说过 但现在我还是你名义上的未婚夫 世界那么美好 干吗吃回头草啊 谢谢你的关心 不过我觉得你有这个时间 还不如多关心我妹妹 你选怎么了 你看 我是为她姐姐都要订婚了 她却连个男朋友都没有 你说你不该多关心她一下吗 你还不了解你妹妹这个人啊 眼睛向来都是长在头顶上 那照你这么说的话 方亦轩怎么看我和华天琪的感情啊 她会不会极力反对啊 我不知道奕轩怎么看华天琪 也许的确觉得她配不上你 但你是她姐啊 不管你做什么 她对你都会永远百分之百 无条件的支持啊 如果奕轩 从那时就一直喜欢华天琪 却又必须支持她姐姐 天知道她心里有多苦 叶飞 你帮我挑一下二选一 明天我要参加朋友的生日派对 你觉得这件比较好看 还是这一件呢 哦 我接着这一件 那如果我配这双呢 很好啊 我就知道我们是双胞胎姐妹 你跟我选的都一样啊 现在换我问你问题了 来 坐下 二选一 苏合和小影 你选谁 小影 小影和庞德 你选谁 庞德 庞德和华天琪 你问这干吗 那这样 庞德和华天琪 都不喜欢 其实 那天你在我办公室里面 庞德说你喜欢华天琪的话 我都听见了 这么说你还是喜欢华天琪当你的姐夫咯 这样的话 她可就没办法做你丈夫咯 我怎么想不用你管 总有一天我一定会证明 你只是利用我姐结婚来撮合我跟华天琪 到时候我一定会让你很难看 你到底要说什么 你明明喜欢她 却怕我受到困扰 隐藏自己的感情 隐藏自己的感情 我这个做姐姐的 真的很对不起你 你干嘛这样说啊 又不是你的错 华天琪本来就是喜欢你不喜欢我 即使我做得再多 她也从来都没有正眼看过我 即便她主动来找我 也只是想问有关你的事情 所以你不要跟我道歉了 那都是以前的事情了 现在重新开始 你有一个新的选择 没有用的 她一点也不喜欢我 你怎么知道 你问过她吗 我怎么能问她 我在她面前都表现出一副 满不在乎的样子 有时候我都觉得 我把自己弄得好可笑 好可悲啊 一轩 我真的觉得 你应该给自己一个机会 否则我心里会过意不去的 你面对自己的真心吧 你觉得我真的可以吗 嗯 你是世界上最可爱 最漂亮的小公主 当然要有最好的人来疼你啊 谁会拒绝你呢 是吧 嗯 那你是什么时候 开始喜欢花天琪的 不要聊这个了 你说一下嘛 我们不要聊这个了 我觉得好尴尬啊 是不是上小学 或者是中学 或者是高中的时候 有哪个男生欺负你 花天琪突然出现 把你救了 你就喜欢上他了 你怎么会讲出 这么老套的事情啊 你知不知道他这辈子 第一次开口跟我说话 讲的是什么吗 是什么啊 他骂我白痴 白痴 然后你就喜欢上他啊 好特别啊 姐 姐 姐 哎 哎 小姐 小姐 你怎么了 小姐 小姐 你怎么样啊 小姐 你告诉我 你是不是要离开我不回来了 一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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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 你要去哪里啊 倒不可以不要这样一走了之 有什么不开心的话 都可以告诉我 我们可以一起解决啊 是不是 我做了什么让你不开心的事 可不可以答应我 不要再丢下我了 我嘬你 吓死我了 你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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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